因应新冠肺炎疫情日趋严峻 县长王惠美携请石军团36化兵群支援 并配合当地清洁队 在18日下午起在西湖镇等重点清销地区 进行全面消毒作业 19日与石军团镇战主任庄少将 西湖镇长黄瑞珠等人 一同前往县地制政加菜京 感谢辛苦的官士兵们 期望杜绝疫情扩散 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我们国军石军团 我们的这个三六化学兵 一起来跟我们来这个守护我们的家园 那特别呢出动了两台大型的 以及两台汉马 一起来这个守护我们西湖地区民众的 一个这个健康 那我们在这边也要再跟我们石军团 来做相关的请求 是不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这一些重灾区都能够主意完全的给他做 这个消毒的工作时间也延长到这14天 让我们民众能够更加的一个安心 那个消毒车 还有那个两台那个汉马车 还有8组有16人 那个背护士的那个消毒器用背的 我们分成4组啊 人由我们那个公所的清洁队员 还有我们的理干师来带队 分成4组来进行 王县长感谢中央派国军 一起守护西湖地区民众的健康 之后会再向石军团请求支援时间延长到14天 逐一并完全的消毒 让民众能更加安心 配合整个防疫 县府现在也在号召全彰化县在礼拜六日 一起进行全县的清销活动 拜托所有乡亲一起来配合 公益频道张华允西湖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